今天的活動主要是由台中市政府的交通局主辦 然後我們櫻花建設還有新竹 何竹 何峻 一起來協辦這個活動 然後活動主要是針對高鐵特區裡面 這些已經購買房子的社區的住戶 然後參與這一次的燈籠彩繪的活動 除了已購的社區的住戶 我們還有請旭光國小 還有烏日國中 還有其他一般社會大眾都一起來參與 然後我們有選出了佳座 還有前三名的 然後等一下在晚會那邊會有一個頒獎的儀式 烏日這個地方 我們這次活動的場地 接下來是台中市三大副都心的烏日高鐵副都心 那這個地方的交通的位置 包括兩條高速公路 一條快速公路 高鐵 台鐵 捷運 這總共六條主要的幹道在這裡匯集 那全台灣大概找不到這樣的一個地方 所以是台中市發展非常重要的一個基地 那今天的這個包括晚會的這一塊是 台中市未來的國際會展中心的基地 那在這個地方把這個整體的開發 然後市政府就做一個大烏日的這樣一個都市計畫的 這樣的一個討論 也期待這樣的一個 包括高鐵的副都心 包括這一次活動的這個高鐵的特區 都能夠成為未來台中沿落這個中張頭 非常重要的一個核心區 高鐵特區這邊 我們交通市長 針對我們高鐵特區做出五大項的一個產業結合 那配合物流 展覽 以及這個休閒 對於我們烏日 烏日 烏日的這個未來的規劃 相信在五年以內 大家民眾可以看得很清楚 在中張頭的這個區域平台裡面 可以做得更為仔細 那這是我們對烏日 烏日 烏日的一個期待 謝謝大家 geo 盡ляютсяlaugh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